現在在人民手中的家底 還可以捱多久呢? 其實家底捱多久是一回事 心理承受有多少是另外一回事 你知道中國五百年以前餓死四千萬人 一樣能承受到 現在大家對那一個是畏懼政府 第二個是中國剛剛從戰亂出來 中國社會的反抗力量被中共打下去 所以承受到就大家捱住 現在我們很多年沒有回中國了 十多年了 對於中國人的那種心理承受可以到什麼地步呢? 我真的缺了一些估計 不知道 所以現在不知道關於中國新一代人可以承受到什麼程度 這個不能夠預估 我昨天發了任志強那篇給你 你猜是真還是真? 任志強呢?任大炮呢?怎麼說呢? 他是紅二代來的嘛 他對習就是有一種…他看不起他 他看不起而且說得都很厲害的 那些都不會假的太多的 我下來才跟你說 我也有些自己知道的情況 我放了那篇在我們YouTube下面的那裡 那邊的觀眾 不過就是講普通話的 我看下去是多真 就是批評疫情 批評習近平如何處理疫情 這個就是講得很清楚的了 但是他已經在監倉裡頭了嘛 他說好像最近說他放了出來 所以他寫這篇東西嘛 我聽說 最近沒有放出來 我知道他在哪裡 他在北京條件最差的監獄中 哦 我剛剛得到消息 剛剛有朋友帶出來 得罪了習近平本人了 差不多變成了私仇了 就是他們有人想上去跟他講一下情 因為那些紅二代的人呢 一句不行了 就是說最後上邊透出來的消息 就是這個真的是私仇了 是 是 是 所以他現在還在監獄中 我得到的消息 就是分了去北京最差的監獄 所以反而在國內講起 就是加上我今早給你那本書 那個就是美國 那個女生是美國人 他說應該是新加坡的美國人 他說的英文的口音 姓曾 那個叫做 曾鈺 應該是讀鈺字 鈺字是不是 哦 應該讀鈺 叫做真什麼鈺 那個女生寫了一本書 關於那個病毒的起源 這個女生也算是很有學問的 又是MIT 又是哈佛 就是差不多是 還有他都說了很多被人迫害的情況 他一直寫 一直被人迫害 那他就說起源 是不是 他就說那個源頭 都挺客觀的 都挺客觀的 所以現在呢 我現在看起來全世界 基本上還是很多科學家 很多科學家就還沒放棄 包括國內的人 還沒放棄追索源頭這件事 沒放棄的 現在其實很多時候 要是實驗啊各種東西都要有一些年頭 特別培養一些 我聽一些科學家說培養一些那些基因啊什麼成的 他有時間的 沒有時間 就是時間不夠 包括說疫苗這些 沒一定的時間 沒一定的他做不出來的 所以我知道現在正在做 而且我私下聽多少造言的人說呢 這個呢 起碼是 就是實驗室放出來呢 他們覺得是就沒什麼懷疑啊 應該就是實驗室的 實驗室做了多少事情呢 現在這個呢 他們決定 就是保密 我聽美國這邊的研究人員說的 是 是 川普說要追求六十萬億啊 六十萬億啊 你開價當然要開大一點的啦 沒理由開小的 是吧 追六十萬億追到一半都不得了的了 一半都給不出 拿不出 十分之一都拿不出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呢 我聽彭彪又說了 又一定要追究 所以這個問題呢 只要民主黨或者拜登一下台呢 這件事呢 就重新養起的 重新養起的 幾個到呢 是吧 任志強 接著我剛才發給你那個美國之音那個 訪問那個真什麼 那個訪的那個女生 寫了一本書 接著呢 德國那邊又說了 德國的科學家又說了 同日發生的 這幾件事 就是說這個 所謂追溯源頭 就又開始熱了 為什麼呢 現在這件事又嚴重了 還衰在年前 說這個所謂什麼 這個Omicron Omicron更嚴重了什麼 你看看 我都說很多人勸我不要去英國了 他說破了紀錄了 破了紀錄了 但是Omicron那個病毒就是大感冒而已 死人入院的率都很低 比感冒還低 是 是 是 所以我覺得不用怕 我當然不怕了 我當然不怕了 不過就是說 但是全世界都害怕了 看到這些數字真的嚇死人了 尤其是今次聖誕節完了 這麼多人聚會 聚會之後發生了那些感染 感染的量很大 你說英國 英國算是這樣的了 那些人算是打疫苗了 但是搞完聖誕之後 那些數字這麼驚人 變成了又養開了索源 又養開了又索償 這兩件事又開始回來了 所以這些習近平所謂的惡夢 這個實際我猜他 他心知肚明 所以他都害怕 我猜我曾經這樣說 他想著這件事 遲早要全世界都要跟他追 所以不如他先出手 譬如在金融方面 他先跟你脫歐了 他想著全世界遲早要追他 只不過今次換了一個拜登 拜登跟他之間有 暫時放他一馬 跟著看 而且習近平的中國夢 什麼時候變成中國惡夢 沒有了 那個夢就玩完了 你這樣沒有錢就做什麼夢 什麼夢都沒有 這件事都沒有辦法 很實際的 你做什麼都要說 人民幣都不夠 不要說美金 人民幣都不夠 你怎麼做夢啊 大佬 你起碼人民幣充足之下 你說他幫人家建基建 你都可以用人民幣 叫工廠出去工作嘛 你現在出日糧都出不了 你怎麼叫人去蓋橋 蓋高鐵 蓋高架 沒有可能的 沒有了 這件事說完 還有那些人見你窮 就乘機賴帳 那些小國家見你一窮 就乘機 你這件事沒有給我 那件事沒有給我 就有很多東西說了 這個他這次沒有了 他的夢就沒有了 問題現在就是 去到什麼程度 他可以逼他退位 這個我看就是關鍵 去到什麼水深火熱 到什麼程度 才可以逼他 好像那時候七千人大會那樣 什麼時候才可以去到七千人大會 那個這樣的感覺 你說的感覺 不過逼遲 他整個都做了犯了 是的 這次怎麼可以 還要多久可以等到 七千人大會的這樣的情緒 的情緒 還有幹部的情緒 我這樣看這個可以這樣看 七千人大會的時候 毛的權威是未被動搖的 不過是他的經濟政策要改 毛本人在黨內的權威 沒有人挑戰的 而且毛當時發動了對印度的戰爭 想轉移一下 不過印度中國人不是那麼關心太邊緣 所以沒有太多國內的戰爭情緒 沒有那麼厲害 台灣是另一回事 另外現在的信息不是以前 習又不是毛 習在黨內的威信 就真的 起碼是不高的 他的根基是不深的 不像毛那時候打出江山來的 所以他跟毛那種能夠鋒固政權的 那些是沒有得比的 沒有得比的 所以你說七千人大會比起身 現在就是黨內的那種不滿 對敢於挑戰習那種勢力 是遠遠超過我認為 是超過了七千人大會的時候 黨內敢於挑戰毛那種人的情緒 還有現在中國人民的要求 跟以前不一樣的 中國人民過去那二十年 好過嘛 他就是賺開賺開賺開 突然間被你這樣斷了他的財路 這個很明顯的 他們等於回憶回鄧小平那種改革開放 每個人都有追念他 所以這個情緒你覺得已經超過了七千人大會 這個程度 因為那個程序是怎樣的呢 第一個是現在黨內的信息來源就不像以前 他有得比較 而且黨內的人受教育的程度 跟以前也是不可以的 大家都是真的假的什麼大學生研究生讀一個 這個是一個 另外就是真的因為你的對比度 黨內的人自己能夠有些交流有些知識 那對毛那時候是神來的嘛 毛澤東被他們認為是神來的 習近平什麼時候會是神呢 就是他怎樣宣傳都沒有用的 是 是 這幾天我那天發給你一句好笑的 傳說習近平22歲的時候寫的一個 就是自己的自我鑑定 是嗎?我沒有看過 我送了一張照片給你的 就是就是 習近平自己簽名 他22歲寫的自我鑑定 我又做了什麼 我又能夠什麼那些 文句不通啊 那些字寫得這麼差 大家就當一頓笑的說 真的是當一頓笑來講的 所以現在的傳播又很厲害的 這個是國內傳出來的 不是外邊傳的 這個是微信傳的 是 那你可見大家有對他大不恭敬的人 那時候你知道 如果是六十年代的時候 你下面偷偷地說句毛澤東的壞話 真的抓去窗币 窗币了很多人的 現在真的不斷在微信 不斷傳說習這些笑話 大家叫他花名 叫到最好笑呢 那他不是吃了慶豐包子的時候 被人給起了個花名叫包子 現在包子是敏感詞來的 你上網嘗一下他就能信到 敏感詞啊 真是 但是那個死了 我出去吃包子都不得而已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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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痴 天啊 謙話 都不得了 超級 早 ��不得了 太好笑 不得了 也